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拍頭摸底 他也沒有這個技術 那你去當一隻牛的時候呢 其實 我覺得慢慢的往下去 買美股大盤指數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所以你覺得是要買指數 對 就是如果今天未來美股他真的開始下跌了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買大盤指數 因為你如果拉長時間來看 大盤指數是會一直是往上漲的 那你如果去追高的話其實很容易被套牢 那反而是在下跌的時候去買大盤指數 然後在上漲的時候去買強勢個股 然後這樣去做搭配 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ETF的部分你有建議的嗎 就跟上禮拜建議的是一樣 其實跟上禮拜建議的差不多 可是我建議在說 上禮拜就是我們第一個就是美股的大盤 就是你買整個市場的VTI 就是買整個美國股市 對 就譬如說你 這個就像我們在買基金定期定額的概念 我就是每個月或者是每年我固定投入 你根本就不用去猜說 今天什麼時候是投什麼時候是底 我就是慢慢的然後去累積我的資產報酬 那第二個呢就是SPY 就是買S&P500指數 那這也是就是反正就是美國最強的500家公司 然後你也不用去想說 哪一家公司比較好 哪一家公司比較不好 然後你FANG這幾支股票 現在漲得很高了 你也不用怕說你買在高點 反正我就是先買了 然後當存股的概念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你是很看好美股的科技股的話 那你就可以考慮這一支QQQ 所以比較範圍僅限在科技股的部分 對 他這個是科技股 QQQ就是科技股然後排除金融類股 然後他去挑選就是比較好的科技公司 然後來作為投資的標的 那大家可以去看今年2月以來啊 譬如說像 道瓊工業指數跟S&P500指數 其實下跌的幅度都很大 可是那個QQQ就是納斯達克指數 其實是下跌的幅度是最小 後來反彈上去的幅度是最大的 還有創下新高 抗跌但是漲勢又是最相對強勢的 對 因為你科技股裡面不只有FANG 還有很多我們之前提到的雲端股 那這些雲端股他是不受到疫情的影響 剛好是反而因此的受惠 對 反而疫情對他們來說需求還變大了 所以其實他們的股價很多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股票 但是他其實股價都創新高 那他就有在納斯達克指數裡面 所以你覺得如果拉回的話 你反而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不是曉得怎麼挑個股 反美股這些指數 特別是剛剛講的QQQ 保證有3Q的ETF 守定在科技的是比較抗股 對 因為你說在未來 譬如說在幾年之後 其實像科技股幾支重要的權重股 像我們來看QQQ 他幾支比較重要的權重股 他微軟就佔了11% 然後Apple也是 對 他等於是說你這其中 兩大軟體巨頭 就是佔了他們20%以上的幅度 就是我們Facebook 或是那個Google母公司 他其實也都在 這個成分股裡面 那你等於也是分散投資 在這些公司上面 就像Facebook如果他跌很多 可能今天如果 你的資產組合裡面 Facebook佔比很重的話 你一天可能就會有重傷的感覺 比方說上禮拜一天 8%這樣跌幅 那如果你的成本不夠低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覺得 你不知道到底是要賣掉 還是要繼續持有 那你如果去搭配QQQ這檔ETF去做 買進的話 其實對你整體的報酬率 影響就不會這麼大 聽起來相當不錯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剛剛今天你講VTI S&P500跟QQQ的話 我自己會想買QQQ 對 因為像三月底的時候 其實我去加碼 我也是加碼QQQ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QQQ比較強 他如果比較強下跌比較少的話 反彈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他也是反彈比較多 因為表示說他企業 因為在這段時間裡面 他面對這種疫情 這種突然爆發的東西 而且這算是一個壓力測試 最壞的情況下 這些公司還是能賺錢 對 沒錯 然後我們可以看QQQ 他的那個成分股裡面 就是資訊 資訊科技就佔了一半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資訊科技 其實就是 轉數位化雲端化 其實最多的 而且Janny如果是 剛面對到ETF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去 篩選這些ETF 我這邊可以跟大家就是介紹說 如何去找到這些美國的ETF 那如果今天大家英文比較不好 就是可能比較不熟悉的話 就可以用台灣有一個叫Money DJ的網站 他其實上面就會有一個搜尋ETF的功能 那因為美股的ETF 他其實種類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從區域搜尋 就是我今天要美國的 或者是國際市場的 或者是類型 就是我想要成長型 或者是我只想投資大型股 然後你可以依照這些特性 然後去搜尋你想要的ETF 那我自己是說 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新手 先從大盤的ETF開始 因為大盤的ETF 因為大盤的ETF是我覺得 可以長期投資 而且是可以封低去加碼的 那你如果其他比較主題型的 可能多少都會帶一種 主動型然後投機的成分 那如果你今天你配置太多在這個上面的話 其實對你的投資組合裡面 就比較沒有一個長期持有穩健的功能 那萬一壓錯 比方說他去買基濃的ETF 對或者是能源的ETF 如果他今天只壓能源的ETF 那其實這樣並沒有到分散 因為我覺得這是特別要跟大家提醒 就很多散戶朋友有一個問題是我覺得 他們看到ETF就覺得說 這是絕對安全的 因為媒體太多都說ETF就不會倒 然後可以定期定額 所以只要任何商品 包裝成ETF之後 他反而覺得說這個東西就是穩的 但其實不是 對啊因為像現在ETF也有 很多譬如說槓桿型的ETF 或者是主動型投機型的 那你這樣去選擇的話其實 就沒有達到你原本投資ETF的效果 所以今天你建議可以用moneydj這個網站就可以找到 那如果你英文OK 你想要嘗試看看用國外的網站的話 這個ETF.com其實我是覺得還不錯 第一個就是 他可以有很多一些即時的消息 然後可以跟你分享說 ETF的資訊 第二個是譬如說我今天想要買Apple公司的股票 我就打入Apple公司的股票代號 那是不是就會跑出很多有Apple的 他會帶出所有持股 Apple的ETF 然後持股的比例是多少 然後你可以從這邊去搜尋你想要的ETF ETF.com所以如果像 剛剛老師說要投資麥當勞 就輸入麥當勞 就有相關有持有麥當勞的ETF 那你再根據這些 不管是持有麥當勞的比例 以及還有沒有持有其他的一些公司 選出 自己比較喜歡的一個組合 對然後你點進去之後 第一個就要看他的規模大小 然後第二個是他的 那個 費用率 第三個就是 他是屬於 他的那個 發行公司 然後你去找他的特 就是了解這檔ETF的時候才去做投資 如果台灣人他想要投資美股的話 又拿幾種方式跟有一些比較好的券商 可以去做選擇 那第一個就是得美利證券 我覺得如果今天是美股新手的話 其實很適合用TD Ameritrade這個券商 新手為什麼新手 因為這個券商他其實投資ETF跟美國的個股 都是不用手續費的 等於是說你去買的時候他不用負擔額外的交易成本 蠻爽的 對 現在都是在網路上面填資料 就可以去開戶成功 然後等到開戶成功之後 你再把資金匯到國外 就可以去開始進行買賣 所以這些券商他不用收手續費 那他是靠 比方說 投資人融資 這樣來賺錢 對他是靠融資 或者是他可能會有一些額外的服務 譬如說顧問費 或什麼之類 所以他就是想要吸引大家去開戶 然後充這個轉換率 對沒錯 因為如果你今天像行情好 說如果你資金不夠 你是不是就會很想要就是擴大你的資金 然後去開槓桿 通常這個時候 就是會有一些融資的費用 那第二個就是 台灣也很多人用的第一證券 這個廣告打蠻兇的 對他這個也是手續費零手續費 但是他跟TD不一樣就是 FirstTrade他沒有在美股上市 所以就是 而且他在我之前就是 美國的一個評比當中的話 其實TD跟我們等一下要介紹的IB 都是 評比比較前面的 前幾名的券商 然後第三個就是 銀透證券 銀透證券的話 就是 簡寫叫IB IB銀透證券 對 簡寫IB銀透證券 然後IB他比 TD好的地方就是 他除了美國的股票之外 他可以投資其他國際市場的股票 譬如說你想投資歐股或是陸股 其實都可以用IB去買 那蠻方便的 對然後他還可以去做期貨 或者是其他延伸性商品 他的選擇是比較多元的 但是他比較適合就是你已經有一些經驗的美股投資人 然後去開戶 他另外的就是他有手續費 所以就是你今天如果你交易可能一兩股的時候 其實你的手續費負擔其實是比較大的 對沒錯 然後他 可是他有一個好處就是他的融資 他有一個好處就是他的融資的手續費 他融資的費用比較低 我看IB的融資的手續費0.85%到1.5% 對跟剛剛我們講的TD跟FirstTrade比的話 其實是差很多 所以其實羊毛 羊毛這個價值還是出在羊皮身上 就是看你今天你比較屬於哪一種 像如果今天你是長線投資人 你想要定期定額的話 其實你就沒必要 你的交易頻率沒有那麼高 你就可以選擇就是一般比較 單純的券商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覺得你已經就是經驗很豐富 你還想要嘗試其他的 商品的話你就可以選擇IB 因為像TD就是交易免手續費 可是他就是為了賺你融資的費用 融資費用7.5%起 對沒錯 所以大家可以根據你自己的投資目的 以及要不要投資 國外的股市 還是你是 以ETF為主的 這樣 作為一個選擇券上的依據 對那如果有些人說我可能一年我只想投資一次 我就是每年定期定額去投資美股 而且我也不想要把錢匯到國外的銀行去 那你就可以考慮台灣的付委託 台灣的付委託就是你去開 台股賬戶的時候你就跟他講說我也想要買國外賬戶的股票 他就會再幫你開一個付委託的賬戶 然後你就可以藉由這個付委託的賬戶去買賣國外的股票 那當然他有一個比較 不利的因素就是他的手續費會比較高 低銷20塊美金 對這個其實20塊美金 這個東西是你可以去跟營業員去談 譬如說跟你的交易平均還有你的資金規模 然後你去談說他有沒有辦法給你一些優惠 或至少跟IB比起來最低一美金就已經多了大概20倍 就算你打個五折也要10倍 所以我覺得這比較適合新手 或者是你一次可能每年就是比較低頻的投資人 或者是你真的不想要把錢匯到國外去 那匯到國外的話至少 你有建議嗎 一次至少匯多少錢 會比較划算 不然匯費是不是會被這個手續費 因素吃掉 像我有些讀者 他就是說他真的不敢把錢匯到國外去 所以他就去開了一個付委託賬戶 然後他所有的聯繫方式都是跟他的 營業員去做聯繫請他去代位處理 還有一個台灣投資人很重視的一個問題 就是稅的問題 就是像今天如果 你今天你把錢匯到國外去 用海外的券商去做 如果你今天可能不幸有一些 生故啊 變化什麼的 那你今天遺產稅的問題 可能就是要 在國外去處理 可是你付委託的話 你就可以請有付委託的券商 去幫你做處理 所以還是要看年輕 年輕的人的話 看起來 就是付委託比較不適合 那你如果是有一點年紀 考慮到 之後這些遺產分配的問題 那 看起來付委託算低銷 比較大 可是 畢竟花多少錢 就可以得到相對應的服務 對呀 就像你說的就是有一點買保險的概念 我今天可能多花一點手續費 但是我之後可能處理一些 其他的事情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也不用自己去找 反正你有付 營業員錢嗎 就是打電話請營業員幫你處理 因為我自己雖然我都是習慣用 海外的券商 但是我有 我也有去開付委託的帳戶 其實現在營業員他們的服務也是都還蠻好的 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直接去跟他們做反應 其實是也很及時 我是覺得也還不錯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很多美股 像我們剛剛講到Apple 那個300多塊的股價 而且那300多塊 是美金 那在金額這麼高的情況下 我們台灣的年輕的小資主投資人 要怎麼樣去降低這個入門的門檻 因為台灣其實通常我們都說一張股票都是1000股 但是你在美股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一股一股去買的 所以原本就是一股一股交易 對本來就是一股一股交易的 難怪很多朋友嚇死 他想說Apple股價在乘以 台幣匯率 然後再乘以1000股 對這樣就很貴 可是如果你只買一股的話 其實算下來不到一萬塊 然後 剛剛我們有講說像TD 他是不需要手續費 所以就算你買一股 他也是零手續費 然後你就有錢的時候 你就去存一點 股票 存一點股票 其實你把時間拉長來看 對其實 長期的資本利得 累積起來 還是很可怕 所以聽起來其實 美股的入門 沒有我們想像那麼難 因為我們台灣會講到 零股的概念 可是對美國來說 本來就是一股一股 這樣子買賣 所以大家也不用 過於擔心 所以不是一個股票 他的股價 乘以1000 再乘以 台幣跟美金 之間的一個匯率 對 那在零股息的部分 因為 我們知道說在台灣 現在 賞務投資人很喜歡 存股這樣的方式 那他可能想要去存 美國的一些 股票啊 例如說像 我自己蠻喜歡像 好市多這些知名的股票 那如果存這些股票的話 稅金跟台灣之間的差異 有很大嗎 這個也是台灣投資人很care的一點 就是 你今天如果去買一檔 美國公司的股票 他是有配息的 他在配息給你的時候 他都會先扣30%的稅 扣30% 那不高 但是你要想 你今天買了美國公司 像你說好市多 好市多 他其實他目前的 持利率大概也是 1%多不到2% 因為股價已經漲很多了 所以你這個1%多 你再去乘以30%的稅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跟你的資本利得比起來 有一點像是比較 小的一部分 那你會願意為了這個 這麼大的資本利得 而去節省那個30%的稅 所以其實 純美股感覺 比較不是說 我要有很 高指率率的現金流 但是我有機會 賺到股價 漲更多的利波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 很care這個稅的話 其實在美股 有一些其他國家上市的 像英國 英國就是不用扣稅的 英國公司 所以在美股裡面去投資英國公司的話 就是不用被扣到稅金 或者是你可以去找英國公司的股票 我記得他的股息稅好像是0% 所以是英國的公司在美國上市 那你這樣去買 其實鼓勵你真的很care 那30% 不算沒用 對 你就可以去選擇一些其他 就是 他會有一張列表 告訴你說 每個國家他的股息稅是多少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其實最創新能力 或者是賺 最賺錢的公司 其實都還是美股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為了成長性 而去投資 美國股市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去看公司的體質 跟他的未來發展 如果今天你確定說這個趨勢 是未來的趨勢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慢慢去累積 這些公司的股票 然後在未來 其實你不管是資本利得 或者是你今天買的成本低 你未來他股息還是會繼續發 你還是可以有額外的獲利 我覺得如果新手要去開美股賬戶的話 如果你今天開海外的 海外的賬戶像TD 他有分一個是現金賬戶 一個是保證金賬戶 那如果你今天很怕說 你今天要開槓桿 然後你會不知道說自己 還不了解美股的規則 你就先開一個現金賬戶 完全用現金 然後你在做 交易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超過你的額度的話 他會有一個警示提醒你 那Robinhood這個 這個券商 對 Robinhood這個券商 他其實之前 網站上面可能都會有一些 問題 我覺得可能是 他還沒有做一個比較好的調整 因為 那個大學生是說 他不知道一個完全沒有收入的人 為什麼他可以開到這麼大的槓桿 也是因為他沒有先做好研究再去投資 才會發生這種漢市 那如果今天你去挑一個比較好的券商 喝歌的券商 然後你開一個現金賬戶 然後慢慢的去熟悉美股市場之後 其實就可以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 煩惱 因為我知道現在大盤很好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反正我開一點槓桿沒關係 可是有的時候這種東西就是不小心 你就會超過 然後如果要去補腳保證金啊 或者是 有一些其他狀況的時候 你反而會不知所措 不知道那個 連遊戲規則可能都搞不太清楚 然後你又沒有辦法聯絡客服 你可能又覺得很緊張啊 這個時候就很容易就是像那個人一樣 就是可能他 完全亂掉 壓力太大 就做出 這種 讓人家很難過的事情 比較遺憾的事情 對 那我知道你自己投資股票又有十幾年的經驗了嗎 那你是一開始就決定要玩美股 還是你是像很多投資人一樣 我先玩了台股 開始有一些心得之後才開始切入美股 其實一開始 因為我是2008年之前 我其實就已經在投資了 那那時候當然就是台股 以台股為主 對那2008年之後 然後還是繼續 那個2008年之後 因為大跌 所以我那時候也撿了一些 就是大家比較知名的股票 像國泰景啊 或者是 偽創啊 這些公司 台股 這些公司都蠻知名的 對然後後來也是有賺錢 因為後來2009年3月之後 其實股市就一直往上漲 所以這些公司獲利了之後 我就覺得說 其實台股也做得還不錯 然後就想說 我就繼續一直 在研究投資 這個部分 對但是因為後來 證索稅開始之後 因為我本來用的就是比較偏近 技術免的方式 那證索稅之後流動性變得比較差 因為成交量很低嘛 所以就開始想說 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我去嘗試一些 不一樣的金融商品 所以後來我就去研究 我老公就 告訴我說 你可以去研究一些海外券商 怎麼樣去開戶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去開了 IB引透證券 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先做外匯保證金 因為外匯保證金也是用技術分析來看 其實那時候就是外匯波動大的話 其實你每天其實獲利都不錯 因為一般的女生投資都是 就是以前基金為主 後來ETF比較不會做這麼主動型的投資 我2008年之前也是做基金 那時候買羅素2000 美零四礦 其實那時候獲益都不錯 而且剛好都跑掉 那為什麼最後轉念跑來做個股 個股 因為那個時候2009年之後 其實基金已經不紅了 大家其實想到基金會怕 會覺得說會不會跟2009年一樣 崩盤 那你這個時候你去買一些就是跌很深的號公司 其實反而你的獲利性是比較大的 所以你是從那個時候才開始切入美股 我是正所稅之後才開始切入美股 就是因為你覺得成交量降低的關係 對啊 我想要找一些其他的 對啊 那你覺得台股跟美股對你來說最大的差異 最大的差異是 比較好研究 比較好研究 真的假的跟大家含量不一樣 就是你一開始 當然每個人先進美股的原因 都是因為 我知道的公司很多 對 所以譬如說像Apple 或者是像 如果你說以知道 知名公司來說的話 一般的人對於台股裡面的好公司 其實可能比較不是那麼了解 因為台股裡面有很多好的公司 其實是比較 製造型的 對 那你 他不是品牌廠 那我們從小 到大你生活都知道消費 其實都知道是品牌廠 對 那這樣說起來 確實美股 你知道的公司 知名的會比較多 對我一開始就是買Apple 買星巴克 買Nike 這種公司 就是反正我不用去研究 我就知道這些公司是做什麼的 但是後來再慢慢研究 你去深入研究 你會發現說美股有很多成長股 可能是你沒有聽過 可是它的成長率非常高 它的獲利性非常好的 所以我就再去看這些公司的財報 你會發覺說 你會發覺說 這些公司的財報 其實沒有很難懂 他寫的都非常清楚 可是台股有一些 譬如說你在看財報的時候 他可能會 我的供應商是A公司 B公司 他可能寫的 比較不清楚 美股的公司都會給你報告清清楚楚的 哪一個國家 然後什麼產品 然後全部都告訴你 所以根本不用那個 看分析師講 你自己看他的財報 你只要願意看 對 其實你就可以知道說 公司現在 真實的狀況是不是 對因為我老實說 我做美股到現在 我沒有看過美股的分析師報告 我都是看一些公司提供的財報資訊 然後網路的會議影片啊 我就可以去判斷說這家公司到底好不好 那像我後來就知道說美股現在有很多訂閱制公司 因為從1617年之後 其實這種訂閱制公司非常多 然後我去切入到這種公司 我會覺得說 這種訂閱制公司好像是科技股 會很難懂 然後都是英文可能大家會 沒有辦法切 可不可以先幫我們粉絲講一下 何謂訂閱制 訂閱制公司在做什麼事 訂閱制公司就像我們剛剛講微軟的公司 譬如說以前我買Office軟體 可能是一次買斷嘛 可是現在訂閱制公司就是我是每個月付錢給你 然後去取的這個服務 那我不需要去做一些軟體的更新啊 或者是去管理 對 因為那個訂閱制公司都會幫我處理好 那像美股現在訂閱制公司 除了像這種文件軟體之外 你說Netflix也是訂閱制公司 因為你每個月要付錢給他 像資安 以前我可能是什麼賽門鐵客 或者是 一些 繁多軟體 對 現在也是他會有一個平台 然後給你24小時監控 然後也是用訂閱服務的方式 然後還有像 美工軟體 以前大家Photoshop要去修圖 可能也是買一個套裝軟體 可是現在Photoshop也是改成 用訂閱制的方式 那這樣子對公司有什麼好處是 他可以去評估說他的營收的延續性 好不好 我可能 譬如說可能今天微軟他的 軟體更新 我更新一次之後 我可能之後 大家買完之後可能不知道多久才會消費 可是我現在可以知道說我每個月都會有錢進來 那公司要去做創新跟研發 還有去投資跟併購的時候 他就有很多空間可以去發揮 像對公司的現金流來說似乎是蠻棒的 而且可以隨時針對 產品給予回饋跟修復 對 沒錯 所以這就是這些公司的競爭優勢 就是 用的人越多 我今天產品就會越好 用的人越少 我可能競爭優勢就會慢慢減弱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去評估說 到底哪些公司好哪些公司不好 那如果有些人說投資美股 英文一定要很好嗎 我覺得這是大家 最恐懼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今天你只要會看一些關鍵數字 其實你英文不用很好也沒關係 那當然你要去研究一些你可能比較不熟悉的公司 你還是需要一點英文能力 但是我覺得只要你會抓關鍵數字 像 有一些指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你只要去財報裡面把這些指標跳出來 銀餘多少毛利率啊 對 或者是他的續定率多少 客戶留存率多少 這個都是可以去查得到的 然後你去找到之後你就可以去判斷說這家公司 他的長期趨勢是怎麼樣 對啊 如果今天他的突然趨勢是 連續幾季都呈現往下滑的趨勢 那你是不是就知道這家公司可能有遇到一點狀況 不過在投資美股上很多散戶 朋友都會問說 畢竟用美金計價嘛 換匯換匯這個問題 因為你把錢匯出去就需要匯費 然後呢 這個美股 感覺股價都很高 好像 部位買進了沒有辦法買到很多 這樣真的可以賺到錢 其實我覺得你做美股 其實他有一個想法 是美股很多公司他其實是長期成長的 你今天你回去看10年前 你現在想要買這些公司的股價 10年前他的股價你可能 也會覺得他很高 可是10年後我們在往前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當初都是被抵估 對 像Apple在 第一支手機出來的時候 有人會想說他今天會是破兆嗎 公司在一兩年前大家看到Apple 股價200的時候都已經覺得說已經太高了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 因為我是90幾塊買Apple的嘛 我那個時候買Apple的時候 我一直告訴我身邊的朋友說 你們全部都去買Apple 然後講到他們都覺得很煩還說 你怎麼只會講Apple而已 你好像都不會講別的股票 對啊 然後結果後來Apple 漲到200塊的時候 他跟我說他覺得Apple股價被低估了 那我就覺得 所以你今天 你在兩三年前 你其實是看不到這個趨勢的 對啊你其實是不知道你的股價會漲到哪邊 可是你可以確定說 我今天在用這個東西 我至少 我可以每天 了解說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 真的 是我需要的東西 然後可以有個長期性 而且我覺得投資有一件事情 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說 你想要確認那個國家的股市好不好 你就確認這個國家的強度 那如果你覺得說美國還是一個會持續往 下走 而且還是會越來越茁壯的 國家的話 那美股勢必就不會太長 對啊像巴菲特也有講 他說他對美國有信心 如果巴菲特不是出生在美國 他就不會是巴菲特 他今天他以前就講過說 他其實就是一個幸運的金子 可以出生在美國 然後去享受這種資本市場 給他的一個獲利 我覺得其實他講這句話是非常中肯 因為其實 美國市場真的是很多創新的公司 他今天要掛牌 為什麼很多大陸的公司 他之前也是要去美國掛牌 原因就是因為美國的資本市場 比較容易 吸到資金可以去幫助他 做一個公司的擴張跟成長 所以我覺得大家 對美國市場 像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其實你應該是要試著就是把一些資金去配置在美股市場 我覺得是有必要 我們這邊還有很多美股小白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他不敢去投資個股 像Amazon那麼高的話 其實你先建一點ETF的部位 其實是比較好的 而且其實選個股 其實 要多做一點功課 比方說剛接近跟我們講到Ebay 你要看買家人數有沒有增加 什麼自由現金流等等的 所以其實要做蠻多功課 對 第一檔其實如果你電商的話 第一檔其實我最推薦的 是彭博老師之前有講過OG IG 第一檔 互聯網巨頭 對 他其實中國跟美國的互聯網巨頭 他都有加在裡面 那一檔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那今天這一檔是 他的規模比較小 然後比較年輕 是2018年他才成立的 那他也是做互聯網 就是線上消費為主的公司 那今天大家要想說 現在大家網路消費 不見得都是在這些平台 就是什麼都有賣的平台 很多現在電商會自建平台 因為他為什麼要自建平台 是因為他想要拿到這些消費者的數 如果今天在Amazon上面賣的話 Amazon不會給我消費者的數據 所以我一定要自建平台 我才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數據為王 對 所以為什麼那個 之前那個Shopify 他為什麼會漲這麼多 就是因為他提供了這些 中小企業 或者是中小型的店家 一個平台去自建網站 差異就在這裡 對 客戶的資料分析 所以你在這一檔 ETF裡面 其實你都可以買到這些公司 像他第一個就是 這幾家公司 Webfair 他其實也是之前也是漲很多的一個公司 他其實都是 比較新的 然後 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的 但是他現在的成長性都非常高的 ETF 我覺得大家就可以去看這檔 EVID EVID這家公司就值得 大家 這個ETF值得大家去留意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未來的趨勢 如果今天大家資金 就是都會關注到這些股票的話 他未來可能也會慢慢去成長 因為我知道有些投資人是說 他也不知道要買 EVID還是說我要選成長 Amazon 不過剛剛Jenny講的ETF 剛好這兩家就 各佔了 大概5%的持股 這樣你就可以一次滿足 因為EVID我現在去買 因為他現在已經漲那麼多了 我覺得他 未來要 拉回的可能性 真的是比較高 我自己會覺得他風險很大 因為我對他就是沒有什麼 期待感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那你還不如去買ETF 很多人啊 他為什麼會賠錢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不懂得停損 其實停損真的很重要 然後你有沒有辦法去找到一套 適合你自己的方式 像我自己在投資個股的時候啊 因為 之前有做過 期貨的人 對 你就會知道說那個 就是大虧的時候 你那個心 有多痛苦 沒錯 那你在換算 對 在換到股票市場的時候 你就會更知道說 我今天 我的停損的策略 還有我的資金配置控管 有多重要 對 那我自己因為 我比較不喜歡就是單純的 買進跟買出而已 所以我在買股票的時候 我會加入一個基本面 就是產業面 我會去找說 我現在目前盤式 主流的族群是在漲哪些 那這個產業如果未來還有很大的發展趨勢 我就去找這個產業裡面最強的那幾家公司 那美股有一個很特別就是 他沒有漲跌幅的限制嘛 所以有一天 有的時候他日內一天的波動其實是非常大的 所以其實你在做美股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一個就是停損 然後一個交易策略 去融入到這個裡面 你才有辦法去駕馭這個美股市場 那產業前景跟基本面 就像譬如說我在看一家公司 他現在的基本面 他技術面非常強勢 但是這個強勢 他可以延續多久 就是盈餘的持續性 他可以多久 成長性可以維持多久 去加入到這個裡面 那你這樣 報股票的時候 也會報的比較安心一點 然後最後就是 資金配置於停損點的設定 這個是你在進場之前 就一定要先設好的 所以你的停損 你自己通常都怎麼樣設 我一定是在10%以內 10%以內 對因為像我自己的進場點 我一定是去找一個突破點 或者是一個橫盤整理的一個 支撐與壓力 我一定會在這裡去做進場 這樣子我比較好設 如果今天我 隨便就可以進場 那等於是我下面的10% 其實是完全沒有代表意義的 你要找到一個有意義的 關鍵點去進場 你說依據 比方說 像我自己的話 我也分享一下 進場的話 我可能 人家常常說 逢低拉回買進 那我可能也會像堅尼一樣 遇到比方說 寄信的支撐 留下眼線 那這時候去進場 對 其實我覺得這種觀念其實 只是每一個學派 他用的不一樣 就像譬如說大家講 價值投資不是有個安全邊際嗎 對 譬如說我算出一家公司 內內價值是10塊錢好了 那我今天在 低於10塊錢的買進的時候 對 那這個安全邊際 其實也是一個 你停損點的設定 對不對 等於是也是你一個 進出場的依據 那 我覺得就是 你去找到最適合你 然後你想要用價值投資 或者是動能投資 都沒有關係 然後 我覺得 之前有看過就是格林布蕾 講過的一句話 他說一個方法之所以有用 是因為 他不會一直有用 一個方法之所以有用 是因為他不會一直有用 就是 他有的時候有用 有的時候沒用 這樣子其實 突然跳進市場裡面的人 即便他用了這個方法 他也不一定可以賺到錢 可是堅持下去的人 就可以賺到錢 如果大家現在要去買 美國的ETF的話 你一定要從大盤的ETF開始 就符合你剛剛講的原則 從指數開始 現在股市一定是在高檔 這個是大家不會否認的 然後你去看大盤 譬如說像S&P指數 S&P指數 過去這一個月 其實他是一直在震盪 就是在一個區間整理 所以你如果在高檔進去的時候 像 之前有個粉絲跟我講說 他6月 感覺已經被洗到懷疑人生 就是如果你是用一個短期的思維 去看ETF這個東西的話 你一定就會覺得說 我怎麼投入進去之後 我都沒有賺到錢 可是其實ETF 你應該是追求一個 長期穩健的報酬 所以你現在如果要買的話 大盤的ETF是 你進可攻退可守 如果今天大盤在整理之後 往上突破 那你也可以賺到錢 如果往下的話 那你就可以慢慢去攤平你的成本 然後追求一個長期的報酬 所以關鍵其實還是在 你投入的金額 不要一次的投入 這樣就好了 就是分批買進 如果你現在高檔 那你就把說 我現在可能有多少錢 我就直接砸進去 那這樣子你就是 一定 有很高的機率會虧錢 所以我第一個就是推薦的就是 VTI 就是 整體股市的 反正就是大架構 Jenny的 投資其實邏輯 剛剛講得很清楚 大架構上一定是一個 指數為主的ETF 對 沒錯 但是如果之後 有拉回整理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再搭配 QQQ 這一檔ETF 之前我們講到 QQQ 反正最強的科技股 都是在 QQ這裡面 那如果今天 這個科技的趨勢 就是他不是一個短期會結束的東西 那如果他拉回你再去佈局的話 其實你還是可以 做到一個大趨勢 就是一個未來的一個展望 那我就覺得說 這兩個就是作為你一個 就是核心資產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像我們剛剛有講到 納斯塔克其實在上禮拜 是下跌這樣的狀況 那如果是想要 逢低的話 又不知道怎麼選股 那QQQ或許是一個 對你就是先買一點點 我有的時候就覺得說 有些人就說 我要等跌的再買 跌的再買 可是你永遠都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跌 那你就先把你的資產 可能分成幾個部分 我先買一點點 這個資產 他的漲跌 是不會對你的 譬如說 生活啊 或者是你的資產 造成很大的影響的 而且你擁有這個資產之後 你看待這個東西 你的心態也會完全不一樣 而且你會不要去關注說你的 現在目前狀況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蠻有道理 就跟 考期末考一樣 沒有考期末考的時候 你是不會念書的 所以你手上沒有持股 或沒有買ETF的時候 你也是不會去賺 如果你沒有去買那個539的彩券 那個昨天那個熱透的彩券 你就不會去看開獎 像我就沒有看 我也沒有看 對 因為我根本就沒有買 我知道我不會這種 我還沉浸 我還沉浸在那個台積電上漲的期月中 然後 本來想說要去買一下威力彩券 結果就忘了 對你講這樣很好 因為你們都一直focus在台積電的部分 其實上禮拜 有一檔股票漲了16% 跟intel也有關係 哪一檔 amd amd 他也是因為intel 他就說他的 對競爭對我做不出來 那剛好我有持有他 所以我看大家在 開心台積電漲很多的時候 其實amd其實也是 有一個 不錯的漲幅 那如果不知道怎麼選的 就買QQQ 那你這樣也等於是部分持有他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理財資訊 記得到Facebook Youtube訂閱 理財最給地藏 我們繼續幫你來股票 投資家裡一定 我們下次見 拜拜